不堪压力,梁静如深夜缅怀王妇,如果你还在,会不会还是我的靠山? 梁静如1978年出生于马来西亚,2000年22岁的梁静如凭借义曲拥挤火遍两岸三地。 自出道以来,梁静如一路星途坦荡,被称为情歌天后。 生活中一向低调的梁静如,出道后也鲜少分文,是个认真唱歌又低调的歌手。 但是前几天,却因为在微博发和范伟奇的合照力挺好友,一直平静生活的梁静如被推上了风口浪尖。 几个月都难得看到一次上热搜的梁静如,两天之内就上了几次热搜。 因为他拉黑粉丝,曲关张韶韩又重新关注,还有挂黑粉等一系列举动,一直录人员不错的梁静如,这几天也开始遭受网络暴力。 这对一向发展顺利的梁静如来说应该是不小的打击,说什么都引来网友的谩骂,大概也是他从没有过的经历。 今天凌晨一点多,梁静如在微博发掌文免怀王妇,在逝去的父亲面前,梁静如也露出自己脆弱的一面,如果你还在,你还会不会是我的靠山? 微博配的图片是一片阴暗的地方有太阳正在出来,不知道在梁静如的心里,是不是父亲就是自己的阳光? 梁静如22岁就成名,算是成名比较早的歌手了。 而他能有这样的成就,跟他的父亲有很大的关系。 因为很喜欢唱歌,梁静如的爸爸在他小时候就经常带他参加各种歌唱比赛。 有时候因为年龄太小达不到参赛要求,梁静如的爸爸就会耐心地去跟主办方沟通,给梁静如争取参赛的机会。 梁静如最终能够成名,就是因为他18岁的时候在歌唱比赛中遇到了自己的伯乐李宗盛。 李宗盛带着梁静如到台湾发展,亲自为他写歌为他的歌唱生涯保驾护航。 但是梁静如的父亲却没有看到他的成功,因为他18岁的时候父亲因定永远地离开了他。 梁静如的婚礼,正婚人是发掘他的李宗盛,入场的时候,梁静如也是挽着李宗盛的手臂走过去的。 只是虽然又如实如父的李宗盛陪在身边,但是失去亲生父亲仍是他多年心中的痛。 梁静如在缅怀父亲的微博中说,自己把母亲和两个弟弟都照顾得很好,让父亲可以放心。 可以看出,在父亲去世之后,梁静如一直坚强地支撑着这个家。 只是现在遇到了低谷,遭受着网络暴力,梁静如还是希望自己的父亲能够在自己的身边成为自己的靠山的。